男子携带化石上飞机 没想到化石复活变成神秘怪物 不仅爪子锋利 赶紧变身 乘客们击二连三的被杀死 杰杰卡是一名空姐 今晚他将在好运岛机场的一架飞机上做乘务员 巧的是他的前男友杰克是这次航班的机长 所以他们一上飞机气氛就变得很尴尬 这时乘客们纷纷赶来登机 中途有个男生叫住了前面的小女孩 说想给他变个魔术 男生趁小女孩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将一个东西放进他包里 等背包过安检的时候 工作人员刚好在忙着跟小女孩打招呼 完全没注意到那个东西属于违禁品 就这样男生顺利登机 飞机上的大部分乘客都在商务舱 只有一对夫妻在头等舱 不一会儿飞机起飞 突然商务舱里的一个盲人老太太大喊着说 我们不能坐这架飞机 杰杰卡赶紧去安抚老太太 等飞行速度稳定下来后 乘客临起便跑去跟自己的空乘员女友林达调情 但她其实是个花心大萝卜 不仅跟林达在一起 还跟哥们孙浩的女友小莉好着 另一边杰杰卡正在收拾东西 中途她听见客舱里有奇怪的声音 仔细一看发现只是一个小女孩在玩玩具 杰杰卡说现在已经很晚了 小孩子要乖乖睡觉 通过聊天得知小女孩名叫凯蒂 杰杰卡将她抱回商务舱让她睡觉 突然厕所里传来尖叫声 杰杰卡想去看看 结果发现林达衣衫不整的躺在地上 手上还有抓痕 看样已经死了 没过多久 杰克来到这儿 还让大家保持冷静 降落后会有警方来处理这件事的 孙浩说自己是学法医的 想检查一下尸体 她发现林达的身上 有很多被动物抓伤的痕迹 并且脖子上的伤口里还有毒液 杰杰卡说没有人带动物上飞机 之后孙浩试图判断出林达的死亡时间 但却什么都判断不出来 杰杰卡找到杰克谈话 说如果她只是坐在这里 按照规矩办事的话 万一接下来还有人受伤怎么办 孙浩则告诉他们凶手应该是哺乳动物 林达的致命伤在脖子处的咬痕上 问题是哺乳动物应该没有毒液才对 杰克嘲讽的说道 这不是废话吗 不是哺乳动物还能是鱼 他们在驾驶舱里吵个不停 殊不知门外有名乘客一直在偷听 他回去在客舱里疯狂闹事 觉得杰克自己躲在驾驶舱里 不顾别人的安危 实在太过自私 最后还是杰克出面将这件事平息掉 突然飞机遭遇电力故障 他立马吩咐空姐 去把头等舱里的两名客人叫过来 大家待在一起比较安全 可是他们并不配合 另一边杰奇卡不顾杰克的劝告 执意来到维修室 想修好电力系统 不是这年头的空姐都这么万能吗 没过多久孙浩也来到这 他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已经死亡的副机长 紫英和林达一样 杰奇卡赶紧带着孙浩回到驾驶舱 他们向塔台汇报情况 工作人员说20年前有一次案例 跟他们现在的情况相吻合 他们怀疑太平洋附近有变异的怪物 这些怪物会趁着人们不注意偷跑进飞机里 孙浩和杰奇卡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乘客们 但杰克却认为这样做会引起乘客们的恐慌 到时候飞机上会一片混乱 没办法两人只能作罢 孙浩担心这次不能活着降落 于是他便回去告诉小丽 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婚房 等一降落就去付首付 突然商务舱里的女乘客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他遭到神秘生物的袭击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看到这一场景 之前那个往凯迪包里藏东西的男生慌了 他赶紧跑去翻看凯迪的包 发现自己装在里面的东西不翼而飞 男生大叫着质问他东西在哪 杰奇卡过来询问情况 原来这个男生叫小兰 他之前把一个动物化石藏在凯迪包里带上飞机 不出意外的话 这块化石应该复活了 飞机上袭击人的肯定也是他 危急关头杰克说他台传来一个好消息 给伤者多喝水 再清洗干净伤口 有可能会痊愈 不过事实是 喝水只能暂时延缓死亡时间 另一边孙浩和林奇爆发争吵 情急之下 林奇直接说出自己跟小丽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孙浩很失望 没等他作何反应 小兰却表示自己要替大家解决问题 他拿这个打碎的玻璃瓶子去寻找神秘怪物 然而毫无卵用 最终被怪物咬伤 小兰的妹妹本想去看看情况 结果被挠伤 感觉到事情不妙的杰西卡迅速跑去查看情况 发现小兰受伤严重 杰克说自动驾驶一出问题了 他不能离开驾驶室 现在外面只能靠杰西卡一个人 说什么也不能让那个怪物进入驾驶室 否则飞机失控所有人都会死 杰西卡找到孙浩商量对策 他们让大家待在一起 千万不要独自行动 之后小丽找到孙浩 请他原谅自己 但孙浩只是说等下飞机再讨论 说完便回去休息 没过多久 飞机穿越雷暴区 闪电噼里啪啦打个不停 好在杰克的驾驶技术好 飞机才能平安穿过雷暴区 另一边 林奇和那个盲人老太太正在休息 突然周围传来一阵习俗声 林奇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故意让盲人老太太大叫 吸引怪物的注意 自己则趁机逃跑 等杰西卡等人回来的时候 盲人老太太已经死亡 危机关头 杰克那边再次传来好消息 塔台说 这种怪物喜欢低温 大家可以全部上楼 杰克会把舱内的温度调高 但是小兰的妹妹小黄不愿意上楼 小兰只能留在楼下陪她 剩下的人则来到头等舱 并堵上舱门 没过多久 怪物就开始在楼下攻击人 小兰一把推开妹妹 自己独自面对怪物 杰西卡听见叫声 迅速移开重物 准备搭救小兰和小黄 林奇想阻止 却被孙浩一拳打倒 最终小黄和小兰都被救回来 可头等舱的男人 不想把水分给大家 于是小兰便想去抢水给妹妹喝 结果被男人用行李箱拉赶筒子 小丽赶紧向杰克汇报情况 这时杰西卡发现 凯蒂画过很多关于这架飞机的话 诡异的是 这些画上的事情最终都应验了 她怀疑凯蒂能预测未来 现在还剩下飞机降落的话没实现 就在大家以为有一线升机的时候 塔台通知杰克 他们降落的机场上空有十一级大方 必须得改飞才行 杰克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乘客 他们会改飞到泰国 头等舱的那名乘客对此非常不满 他威胁杰西卡拿出降落伞 他要带着妻子跳伞 杰西卡说 如果在这个高度打开舱门的话 他们都会被吸出去的 但男人不管不顾 还威胁杰克将飞机下降到一万米 其他人试图阻止男人打开舱门 结果通通被打得鼻青眼中 危机关头 男人被怪物咬死 那名女乘客也被拖走 杰西卡赶紧带大家逃跑 现在幸存的人还剩下杰西卡 孙浩 林奇 凯蒂 小莉 小黄 以及杰克 杰克说 飞机的燃油不足 只能关掉空调 大家聚在一起 不敢分开 只有驾驶室是安全的 于是众人便一起躲进狭小的驾驶室里 孙浩觉得一直待在这里不是办法 便跟林奇一块跑出去 准备跟怪物拼个你死我活 杰西卡不放心 也跟着出去 他们手拿武器在外面巡逻 却一直没有发现怪物的踪迹 直到来到洗手间附近 才发现有异样 于是三人便想办法引出怪物 发现这是一只变异的猫 等猫一出来 他们便开始想办法解决掉它 但是变异猫的战斗力非常彪悍 脑子林奇后便跑得无影无踪 接着跑去袭击驾驶舱 杰克用安全带缠好方向盘 接着用门堵住怪物 给其他人争取逃跑时间 自己却被挠伤 即便如此怪物还是跑走了 杰克回到驾驶舱准备进行降落 接着他再次用安全带控制方向盘 随即去寻找杰西卡 而杰西卡和孙浩此刻正在想办法对付怪物 他们准备把怪物引来 然后跟杰克配合让怪物摔出去 没过多久 杰克来到这 杰西卡和孙浩抓住一根绳子 杰克则抓住另一头 随即一把打开舱门 他被狂风吹走 怪物也同样被吹走 不过他正紧紧的抓着杰克 害怕连累其他人 杰克果断松开绳子 跟怪物一起掉下飞机 杰西卡急忙关上舱门 去控制飞机降落 由于天气的原因 飞机机翼损伤严重 好在杰西卡之前跟杰克学过怎样开飞机 在他的努力下 飞机成功降落在机场 只是机翼断裂 骨髅脱落 好消息是 幸存下来的人们都好好的 塔台工作人员一接到飞机降落的消息 便立马排出救援队和警车赶过去 故事的最后受伤的人们接受到治疗 然而谁都没有注意到 凯蒂的背包里 有一只跟怪物长得很像的小黑猫 至此全片完 本片片名《绝命航班1》 是一部上映于2014年的火产烂片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其实杰克没死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能从螺旋桨里活下来 大概这就是男主的复活假吧 不推荐大家观看影片 因为毫无逻辑 没头没尾 不说了 我去净化一下心灵 就这样吧 散会